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Ranets 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淘宝开箱 有没有很多箱子 之一呢,我们一起来开箱 可是有一些我已经开出来用了 所以呢,我就先介绍那些已经开封了 最近呢,我想换了一个水瓶 因为玻璃水瓶最近蛮流行的 而且也比较对我们人体比较好 毕竟如果有塑料的话,你的水只要有点温度 就会烧到那些塑料的特质 然后把那些塑料都变质 所以喝下去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决定换了一个玻璃瓶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这是一个Kiwi Gin的玻璃瓶 这个可以说是新瓶吧 因为前几...我想应该是去年就有了 去年他们出...前几年啦,不懂啦 前几年他们出的是黑色瓶 黑色瓶带,然后黑色的字体 那么我买的就是粉色的 然后它会瘦一个...这样子的袋子 这个袋子呢,我用了几年过 我觉得它很...它很容易脏 所以建议如果你比较...怕脏 或是你懒得去清洗的话呢,你可以选择黑色 那么这个我的水瓶呢,它有600mL和1L 好像只有这两种选择 不然就比较小的 我也忘了 我会把所有的链接呢,放在以下资讯栏 所以如果你有参考的话 请滑下资讯栏 搜索所有的产品链接 其实它这个玻璃呢 单单如果没有放水 其实它还蛮轻的 然后呢 它这个瓶盖其实不是玻璃纸的 它是一个塑料瓶盖 然后里面有一个silicon的 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在同一家店 Kivijun 我也买了这个玻璃杯 它是一个红厚的玻璃杯 看到吗 然后还有这个玻璃吸管 因为我最近有喝苹果醋的习惯 然后如果苹果醋单喝 没有用吸管的话 其实它会 侵蚀我们的牙齿 所以呢,我就要找出一个 比较 塑料以外的 吸管,所以我就 买了这个玻璃的 可是这个玻璃的杯呢 它看起来玻璃有点薄 所以我有点怕它会 被我不小心摔破 可是玻璃杯我是还没有用过啦 所以 它也可以放烧水 它应该蛮耐热的 感觉它们两个的玻璃 都是一样的材质 新杯可以用啦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开的是 这个美国队长的 手机支架 就是看我同事买的过 被它烧到 它买的是蝙蝠 而我比较喜欢 亮丽的颜色 所以我买了这个美国队长 你不觉得它很可爱吗 它一定是这样 生气的眼 如果你没有放任何的手机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会以这样的表情 坐在我的车里的 那个空调的那个 挡着空调的那个地方 那么呢,其实它有附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 看不看得到 它是 你可以随意的把 它自己有一个接口 你可以这样子 或是这样子 然后它还蛮紧的 看 很紧 拔不开 然后现在呢 它 原装它是这样子 所以任何的手机的模型 任何手机的模型 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我来示范 我的手机有点大 所以这是它的手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我也是 周末 我要去比较偏远的地方 然后 我真的很烦恼 我买了一个手机支架 可是那手机支架太长 然后又不能 support到我的 电话 因为电话有点重 然后 我就是 看到了我的同事买这个 就被它烧到了 然后而且我们手机 我出去的时候 通常是大太阳 手机很快就会烧 所以放在空调前面呢 就会防止手机过烧 温度过高 所以这个我蛮推荐的 很可爱 OK 接下来呢 因为我时常拍片 而且是背景 有点太单调了 所以我其实也挣扎了很久 不懂要买一个背景架 买一个普通的背景架 可能这是我以后会做的事情 可是 at the moment for现在 我 就买了几个背景架 就下一个啦 OK 这个是一个 嗯 那个叫 Dreamcatcher 这是一个Dreamcatcher的 背景架 知道吗 很美对不对 这个背景架呢 还会是150x130cm 所以 是足够 足够覆盖 到我的背景 就整个片层都是 所以我的背景的宽度 是很足够的 我之后放好了 会 所以有一些影片呢 我会 换不同的背景 所以我买了三个 这是第二件 第二件 我最近真的超喜欢这种热带植物 配粉红色的背景 所以我买了 这一个 粉色的 然后它有一些 一些人掌的图案 OK 所以呢它会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吧 很漂亮 很漂亮 有没有 第三个呢 是一个 金色的 金色的叶子 金色的芭蕉叶 不懂这是什么叶子啦 也是蛮漂亮的 OK 说一说它们的布纸 它们布纸 其实 有点像鱼龙的感觉吧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仙人掌的 还蛮不错啦 只是看起来有点薄哦 可是 背景布 它只是一块布就好了 所以不需要太好的布纸 也没关系 所以 而这个呢 是比较 这个是我从另外一个卖家买到的 那个金色的叶子 跟 这个仙人掌 是同一个卖家 然后这个 Dream Catcher 是另外一个卖家 这个Dream Catcher 的布纸 看起来会比较好 就没有那么 稍微 比那两件厚一点点 OK 蛮喜欢的 然后它们呢 其实 嗯 背景布是有一些 吊丝挂钩的 这是 那个Dream Catcher 附带的 开给你们看 所以它是有一个 勾勾这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 这个 就钉着墙壁的 我也不懂 还有一个 双面胶 这个呢 诶 诶 诶 是它送了吗 哇 卖家竟然送我猩猩 诶 这样我以后就可以 尝试不同的背景 因为先就挂猩猩的灯 耶 撞到了 那些人掌跟金森叶子呢 卖家就附这个 钉子 罢了 可是如果不打算钉 我只是 打算拍影片的时候才放的 所以呢 这些特定我会把他收着 如果改次 我想要 换一个背景的时候 我才 把它钉上 那接下来呢 我要穿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 其实我看了很久很久很久 我真的超喜欢的 它是一个有点像brother的东西 你看它这个ruffle ruffle sleeve ruffle suit 它做的很精致 可以修饰一些手臂 可是我觉得我的手臂应该修饰不了 它只是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修饰吧 它的材质摸起来 呃 并不是很premium啦 可是 过得去啦 这件还蛮贵的 可能39块人民币吧 所以是 standard啦 并没有说很便宜 可是我真的看了这件衣服 很久很久很久 我觉得 我就 我的脑袋就告诉我 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它真的太美 太美 现在我要看一下呢 是这个迷路的 嗯 小髮夹 这个呢 我是为了圣诞party买的 所以我圣诞的时候呢 我会去我的 朋友家 我买了这个小髮夹 还有 为了 有点影片 好可爱哦 看来对不对 哎呦 哎呦 哦耶 哎呦 接下来呢 我要开的是这一包 耳环 我买了四个吧 这个拉链的很特别 看了 我把它留在我的购物车很久了 可是我 当我要filter我的购物车的时候 我真的不舍得把它filter掉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一定要买 这个太可爱了 可爱有没有 这是一个拉链 它是一个金色的拉链 太可爱了 还有就是这个流书的 这流书的很特别 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个 它的珠珠在外面 然后它的流书 是从 它会从后面这样子 一条的 这样子出来 然后卖家把它保护得好好哦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管子 这样却保护它 不要让它被压 在运缩当中压碎掉 然后就走心 珍珠是这样子的 好呢 把它 好漂亮啊 有没有 好漂亮哦 好漂亮哦 接下来这是一个 大理石纹 我是一个大理石纹扣 它好特别哦 我还有一支 一个 透明的 Starburst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有两种穿法吗 哦 这个金色的 这一条呢 其实它是附着 这个 这个Stopper的 所以我猜出来呢 它又有一点 看到没有 所以它是可以 两种穿法吗 是第一种穿法吗 哇 太美了 还是一个 直的 正三角形 跟一个倒三角 如果有第二种穿法 会比较 看不到 看不到什么东西啊 哦 这次看不到 好特别哦 它应该不能两种穿法 它只有这一种穿法 因为如果它 如果我这样子穿的话 我这样子穿进去 它的耳朵 它的耳朵 没有剩很多啦 后面 那我再加一个 Stopper 它耳针并不是很长啦 哇 穿到我的 耳朵有点痛 这个我穿到有点痛 就这样吗 有点奇怪 所以还是第一个穿法 比较正确 OK 来到第四个 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第一眼就 我第一眼就爱上它了 它也是一个大理石纹 可是它这个大理石呢 是偏橘色的大理石 对啊 这样拿 哦 是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三角形 跟这个有点金色的叶子 丢叶 用什么叶子啊 然后还有一个 橘色的大理石纹的猪猪 这个也很漂亮 这个很华丽耶 很elegant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家耳饰店的 我已经 不是第一次跟他们买 所以他们的耳环其实都很 还蛮精致的 而且还蛮韩式的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咯 你们可以去查看 点击查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开箱的是 这个 在这之前呢 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草 这个呢是我最近买的 moneyplant 那么 我就在找着一个 比较适合的花盆 所以呢 就有了这一下 那我看这一家 这个花盆的主要一个特色就是这个 你应该想象不到它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脚架 然后这是 这个是它的底座 这是一个大理石纹 10cm 直径的花盆 所以呢 也 哇 这是一个很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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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理石纹 可能灯光太亮了 看不出来 没有 那花盆蛮不错啦 不会很突出 可是它有很多洞欸 可是它的那个石膏 弄得不够精致 我可能对它期望太高了 可是它的底座蛮漂亮的 底座花盆很漂亮 它就是一个 它只有一个洞 有一些卖家卖的花盆 没有这个孔 所以会比较懊恼 它有这个孔 所以就比较方便 它是刚刚好的 perfectly fit 所以呢 我会把我的植物呢 大概放放看 是怎么样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很漂亮欸 然后这是它的那个很特别的一个底座 把它扣紧 有没有很漂亮 哎呀 oh no 绿色衫 把它拿好一点 现在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指甲 它要放在我的办公桌 这样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 心情会比较愉悦一点 因为有一些绿色的植物 慢一支花盆 我还以为它是 fit的刚刚好 其实还有一些空洞 还有一些缝隙 ok 接下来呢 又是一个大理石纹的商品 ok 因为我的桌子呢 其实我的桌子是有一块 用来拍摄的白布 就这样覆盖着 所以呢 那块白布呢 已经不再是白布了 然后我又想要一个桌垫 所以我就去淘了一个大理石纹的桌垫 所以它是一个大理石纹的桌垫 其实我的桌子呢 是100cm x 60cm 其实是放不 不够放的 这个只是87 x 55 可是它只有这个尺寸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我以后拍摄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包的 我也是可以把它来当背景 它的纹理呢 其实还蛮平均的 不会说好像这边一大块很深很深 然后这边呢 又很浅很浅 它全部的 就是它印刷出来的那个 纹理呢 其实还蛮 顺眼 但是它的质感呢 其实 它是一个厚的 纸 纸卡 感觉它蛮有 质感 蛮有 质感 质感 好渴 接下来呢 是最后一个 商家的开箱 这个是一个 洗衣袋吧 洗衣网 这是我为了凑数而买的 因为它那间 那间店面呢 有做一个 满一百二十块 还是满两 啊 满一 满一百二十块人民币呢 就有折价 就有折扣一个五元还是十元之类的 所以呢 就为了凑数而买的这个洗衣网 但是它这个洗衣网的品质也蛮不错的 又蛮 蛮 蛮大 不错哦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 这个也是我为了凑数而买的 这个是一个 嗯 哦 哦 我懂了 这是放包包的 这是一个放包包的 挂钩 这个包包可以放这里 这里 这里 你可以转耶 或者是放一些腰带啊 什么的 蛮方便 蛮精致的 它的质感很不错 它的CP值蛮高的 看不出它是一个 十几块 十几块还是十块钱一下 十块钱马面一下的东西 接下来呢 这三个呢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接下来这个店家买到的东西呢 其实是 我为了要 整理我的 彩妆品 所以买的 这是它的盖子 这是它的盖子 然后我买了 三个 这是一个收纳 所以是可以叠翻的 有一个正方形的 压克力 收纳盒 然后这是一个盖子 这个呢 其实大多数人会把它拿来放化妆棉啊 那个 挖耳朵的 耳朵的 耳朵的那个 棒条 然后还有 那个 我早上把它放那个什么 粉底面 之类的 这个 更正的 就放在里面 它质感蛮不错的 它质感蛮不错的 希望我能 保护它 到永远 其实它蛮蛮大的 比我想象的 还蛮大的 所以它可以发很多东西 很多很多的化妆棉 还有最后一样的是我最期待的 宝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东西 你看 哇 哇 还有副说明书耶 还有贴心 这个一粒一粒的东西是拿来做什么 橡胶圈 因为呢 我其实已经厌倦了我的美妆收纳很久很久了 所以我要 夹冰山 我其实是一个蛮OCD的人 我不会很严重的OCD啦 我真的很受不了 我的东西呢 就乱乱的 这样子分布的放着 然后造成我的 呃 我的 办公桌的位置 很乱 然后空间就很小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 我也是 这个我也是 呃 看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 趁这个双十一 买一下它 它就是一个滚轮式的 收纳 然后呢就可以 叠放起来 它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可以 嗯 自己调节 就可能放在上面 下面 或是放在一起 我去装装看 就会知道这些塑胶圈的用途了 它的塑胶的质感蛮厚 你看它就是一个很厚一条的塑胶 它的塑胶呢 其实是用来固定一个底部 嗯 嗯 有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塑胶 它是来固定的 那这个就完成了 参加 那么它这一层 中间这一层呢 看它有很多不扣 就是可以给你DIY啊 可能你的那个保养品呢 比较大怪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往上提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呢 自己依照自己的保养品的高度 去调节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层放在这里 这一层呢 放上一点点 然后这上面呢 可以放一些口红啊 还有比较小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可以旋转的 它的质感很好耶 就是还蛮重的 应该可以support到很重的 保养品 OK 很满意 这次的购物 谢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吃这一类型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留言给我 在下面我就会去读哦 如果要知道我的即时状态 我都会藏在Instagram Instastory 还有我的Facebook的page update 我的最新的状态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 想要知道的话 我会把链接全部放到我的资讯栏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这样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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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